音樂 想跟上下一檔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Wi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今天是2月19號星期一 祝福大家本週都能夠超出的順利 大賺 好那這算是說2024金融年的第二週 好那其實在上禮拜 上禮拜就兩個交易日 那上禮拜兩個交易日 它幾乎可以凸顯出在這個時間 市場信心有多充足 好那其實在上禮拜 上禮拜兩個交易日 台積電創歷史新高 加權指數也創歷史新高 非常的強 好那其實我在上禮拜 一直跟大家強調一個觀念 就是說 在整個2024年 你不要去預設立場 不要覺得說指數在上禮拜 創歷史新高了 跳空上漲個500點 沒有空間了 絕對不會沒有空間 因為其實在一個多頭行情裡面 我們在上禮拜五有提過 多頭它有分很多種 因為說所謂的多頭一定是說 指數大漲指數創高 很標準的多頭格局 好我這樣帶大家來看 為什麼我說多頭有分成好幾種 有一些是真正的經濟成長 有一些是產業面的成長 有一些是新的產品問世 像是說MVPC 新的顯卡 或是說新的手機 所帶出來的成長 那有些只是純粹的多頭行 資金行情 我這樣帶大家來看 大家就會知道 來去看 我現在要簡單看一下美股 以美股來講 美股在上禮拜還是算非常的強勢 道琼 往上漲 小幅度的震盪相對都強勢 那斯大克 廢半 其實這整體格局都是非常非常強勢 高檔小幅度的震盪 我們都去找買點 好那我們再回到台股來看 你去看 我們先切到周線格局 周線格局看 你去看喔 這一段 這一段是2020年 這裡嘛 8523 8523當時就是遇到疫情 遇到疫情跌下來 一路往上創高 這一段也叫多頭 沒錯嘛 這一段是多頭行情 但是這一段的多頭行情 它為什麼有辦法這樣漲 這不是企業的獲利成長喔 這一段的多頭行情叫做資金行情 就是聯準會當時因為疫情無限QE 不斷印鈔票 不斷印鈔票 導致說整個市場的錢非常非常多 錢太多全部湧進股市 所帶出來的資金行情 這一段就是標準資金行情 跟企業的成長沒關係 好那這一段 就是下跌嘛 聯準會升息 所以跌了一整年 2022年 這一段 就叫做回升 2023年回升 那2024年就像我講的 這就是標準的主升段 標準的多頭 好那2024年的多頭行情 跟2022年有什麼不一樣 跟2020年有什麼不一樣 2020年這一段 叫做資金行情 2024年這一段 叫做成長性的多頭行情 所以大家要知道其實說 所有的多頭行情都是上漲沒錯 但是它的原因是不一樣的 它組成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成長性的多頭有什麼特色 成長性的多頭就是 上漲你絕對找得到理由 因為企業的獲利好 企業的獲利成長 所以它才會上漲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為什麼2024的多頭行情這麼好賺 這麼簡單 因為它是由企業獲利成長 所帶出來的多頭 所以我跟大家講 就像我講的 2024賺錢真的不難 掌握四個字 掌握一個簡單的原則 你一定賺得到 這裡 來你去看 叫做低進高出 很多人說這不是廢話嗎 低進高出 所謂的低叫做本益比在15倍以下 低進高出 本益比在20倍以下 其實說掌握這個邏輯 我們就是一直循環去賺 一直循環去賺 買進低本益比的15倍以下 當它漲到本益比20倍以下 先獲利一趟 再把資金轉移到其他 本益比夠低的股票 無限的循環去賺 這就是多頭行情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在多頭行情裡面 2022是這麼難得的多頭 AI的新應用 聯準會要降息 美國還要總統大選 產業從谷底復甦 中國股市一直在破底 中國股市 香港股市都一直在破底 這麼好的機會 這麼大的行情 要賺就賺大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一直強調說 這種行情要賺就是賺大的 所謂賺大的不要誤會 不是說一檔股票 我們一定要報個 100% 200% 300% 報個一年 大漲個100% 200% 其實不是 而是說每一檔股票 我們只需要賺3到50%就夠了 就3到50%就夠了 但是這3到50% 我們一定是要擴大部位 一定是要重壓去買 這叫做賺大的 所以我們這樣直接來看個股 所以我跟大家說 在接下來的行情 我們一樣就是掌握這個原則 本益比低的買進 漲到20倍左右 先獲利一趟 獲利一趟 再把資金轉移到其他位階更低的股票 就是這樣無線循環下去賺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der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你直接拿起手機 用手機掃描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 在這禮拜 有什麼個股需要去留意 我都會告訴大家 你去看喔 如果你從封關前 就加入 封關的包含說川湖 創意 台藥 齊鴻 哪一檔沒有賺 每一檔都是公開操作 公開告訴大家 哪一檔沒有賺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 我們的Lider 好 那你看 我們這樣回過頭來看個股 來繼續看6274的台藥 6274的台藥我們從年初 我們從年前 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6274台藥它真的不貴 股價不貴 這種早晚都要漲 2024預估賺8到9 8到9當時怎麼講 我們公開買在115到125 我們最後一次帶會員加碼 買在這一根 就這一根紅K 買完隔一天跳空上去 接著就一路漲 一路漲到 開紅盤是當天 162.5 好 那在當天 我們今天獲利出清所有持股 不是不看好 而是我們的獲利已經到了40% 到了40% 先獲利一趟 來這個位置 有沒有 先獲利一趟 足足40% 115買次 125上下再買一次 往上拉獲利一趟 40% 好 那獲利出場之後 資金我們會再轉到 位階又再更低 本益比又再更低的個股上面 這就是一個多頭的賺錢循環 所以我跟大家講 其實在多頭行情裡面 不是說 所謂說賺大的 這種大行情 要賺就賺大的 所謂賺大的 不是叫你一檔股票 爆個100% 200% 這沒有意義 是不是 一檔股票爆個100% 200% 這你自己也可以賺 我所謂賺大的是說 每一檔股票 我們賺最好賺的 3到50%就夠了 但這3到50% 你一定要去大買 一定要擴大部位 一定要重壓去買 你去看一下我們的台藥 六七四台藥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1月19號 最後一次帶我們的會員進場去買 2月15號 獲利出清所有持股 1月19在這裡 就這一天 最後一次去買 再往上拉 這個位置獲利出清 40% 但是這40%你要去想 為什麼說 在真正的大拖拖行情裡面 你一定要有專業的帶 你買一張兩張三張四張的40% 跟我們買10張20張100張的40% 這是完全兩回事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觀念 真正的大行情來了 多頭行情來了 怎麼贏人家 怎麼賺到最多 我們一定是擴大部位 說你自己買 可能你也可以賺到 一張兩張三張 你也可以賺到台藥 但是一張兩張的40% 跟我們去重壓大買 二三十張40% 絕對是兩回事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在一個真正的大拖拖行情裡面 我要帶給大家的 一定就是 我要帶你集中資金 集中持股下去做布局 這才真正賺得到錢 是不是 很多人說我什麼股票 賺了70% 80% 100% 但是部位不夠大 這其實意義也不大 所以台藥我們先獲利出場 我們資金就是轉移到 新的股票上面 位階又在更低的股票上面 3044的見頂 見頂也是 我們在年前 一直跟大家強調 3044見頂 2024預估又賺15到16 預估賺15到16 不到200塊 位階都不高 一點都不貴 我們買在190上下 190我們在封關的前一天 這根下引線在進場去買 大概是200元上下 這些我們都是公開講公開操作 195 200元上下 往上拉 223塊 有沒有 非常的漂亮 開紅盤日的第一天 台藥漲停板 見頂也漲停板 兩檔都是我們在年前公開告訴大家 便宜股票可以去布局的標的 有沒有 見頂 一直到上禮拜五 繼續再創高 236.5 足足15% 足足接近是20%左右 190元上下買 200元上下買 足足接近了20% 那就像我講的 在多頭行景裡面怎麼賺 見頂可能說你看我們的節目 看我們早上8點半的直播解盤 你也賺得到 但是你買一張兩張的見頂 跟我們買100張200張的見頂 絕對是兩回事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觀念 但行情來了 我們不是要這種 漲幅好看的紙上富貴 我們要的就是 真正資產擴大部位下去買 這才賺起來有感嘛 是不是 行情這麼好 怎麼賺起來有感 絕對不是說什麼 一檔股票爆個100% 200% 而是每一檔股票 我們賺個3到50%就夠 但是這3到50% 每一檔 都是要去做大買 都是要重壓去買 是吧 所以這是不是就像我講的 在多頭行情裡面賺錢不難 賺錢真的不難 你說這種行情百花其放 你用KD RSI MACD均線 布林通道 其實都賺得到 但是最難的是 你如果說要大賺 要真的說擴大部位去大賺 去重壓去買大賺 你就需要有專業的貸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你說錯過這些股票都沒關係 因為我們在上禮拜 把627社台藥獲利出場之後 我們又轉進全新兩檔 本益比只有10倍出頭的股票上面 把握機會 我們在上禮拜已經開始佈局了 還有你去看 3443的創意 有沒有 當時在開紅盤日的第一天 所有的股票 所有的IP股都在大漲 艾普大漲 世新大漲 力望大漲 智元大漲 但是當天我就告訴大家 所有IP股裡面 如果說現在 現在要買的話 我只會買一檔 叫做創意 我只會帶會員買一檔 叫做創意 因為他的位階最低 不是說世新不好 艾普不好 資源不好 而是說創意的位階就是最低 不買他要買誰 是不是 是吧 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 所有的IP股都大跌 世新跌 艾普跌 力望跌 金利科跌 包含像智元也跌 只有創意大漲了半根漲停板 大漲了5% 最高來到1525塊錢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告訴大家說 好 現在的IP 我會買 我會帶會員去買 3413的創意 1400塊上下很便宜 有沒有 往上漲 這就是專業 你說為什麼在上禮拜五 所有的股票 所有的IP 在上禮拜四 所有IP都大漲 我卻買一檔沒有漲的創意 這就是專業 是不是 所以其實說 在一個多頭行情裡面 賺錢不難 但是你要大賺 你一定要擴大部位 擴大部位 你就需要有專業的貸 你才敢買嘛 是不是 你才敢把你的資金部位放大 賺起來才真正的有感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所以如果說 你有參與過我們在2020年的行情 你一定知道 這樣子的操作手法 才能真正讓你的資產成長 所以包含像創意 包含像川湖 包含像齊鴻 這些都是最好的證明 這些都是最專業的證明 所以你說這些沒買到 年前沒買到 資金沒有買滿沒關係 這禮拜一定都還有機會 下半段回來 你說怎麼買 打電話進來 或是就我們的LINE 兩檔全新的股票 都幫大家準備好了 等一下下半段回來 一樣會告訴大家 在這禮拜 有什麼股票需要去留意 尤其是台藥長 台光店長 有一檔股票 它會產生比較效應 我們先休息一下 想跟上下一檔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N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好現在的期貨 大概是小漲了30點左右 所以我跟大家說 在年前 沒有買到 部位沒有買滿的 都沒關係 這幾天絕對都還有機會 這禮拜絕對還有機會 這個機會比你想像有多 因為在一個多頭行情裡面 成長性的多頭 股價它沒有所謂的天花板 只要說獲利開出來 新獲利開出來 全年獲利就會被上修 全年獲利上修 本益比就會降低 股價空間就會再變大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大行情 要賺我們就是賺大的 這麼好的行情 要賺就賺大的 所謂賺大的 不是叫你說一年就是買一支股票 爆一支股票 賺100% 200% 而是我們就是要集中資金 集中部位 放大我們的績效 所以如果不知道怎麼做 不知道怎麼集中 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如果說你是我們的老客戶 你有參與過2020年的行情 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資產成長 當時我們2020就是這樣賺的 真的就是這樣 檔數不用多 幅度不用大 每一檔就賺3到50% 3到50% 但是我們的部位都是買滿 你去想 這樣子的速度會有多快 所以大家直接來電 好那我們直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個股 來去看 現在的台子期貨 大概是漲了30點左右 這個位置30點左右 所以預計說在今天 就以整體行情來講 可能說比較大的股票 台積電 廣達偽創 這個它會小幅度的震盪 中小型股 相對就會比較強勢 小漲30點 我們先講一下台積電 如果以台積電來講 現在能不能買 現在當然可以買 但是我還是要講這句老話 你要買台積電可以 你不要去做什麼短線操作 你要買台積電 你要有至少報半年的準備 你沒有要報半年 你就不要買台積電 因為有比台積電更好的標的 但如果說你可以報到半年以上 這個價位你要買 也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整體評價真的還不高 如果說它去反映它的數字的話 700多塊 它的空間一定都還有 所以台積電很簡單 你說有持股能不能續包 當然可以 但是你如果沒有要持有半年以上 你就不要去買 你也不要去續包 就先把它賣掉 好 那我們這樣來看 包含像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6274的台積 來去看喔 6274的台積 它在今年大概是可以賺到 8到9塊錢左右 台積賺8到9塊錢 它在現在的本益比大概是19倍 19到20倍上下 因為說如果說6274的台積 它是賺 在2024預估賺9到10 8到9 賺8到9的話 它在160元上下 本益比就大概是19到20倍 19到20倍這個位置 所以我才會在這裡先獲利出場一趟 不用再去追 那你再去看 2383的台光電 2383的台光電 它在今年大概也是賺 大概是26到28左右 今年2024全年度 預估大概是26到28 26到28塊錢 550塊上下 它的本益比大概是20倍上下 所以你去看喔 仔細看喔 2383的台光電 目前本益比大概是20倍 6274的台積 目前本益比大概是19到20倍左右 而且這些都是用未來的預估數字 最準確的 那你再去看一檔 6213的連貌 連貌的本益比只有15到16 因為連貌它在2024年 預估賺大概是5到6 6到7左右 大概是最好情況可以到6到7塊錢 以6到7塊錢來看 我們就抓保守一點6塊 以6點多塊 連貌在現在的本益比 只有大概是15到16倍 所以你去想這會不會補漲 這會不會向上去比價 所以你看 你瞭解到它的位階 你看喔 2383的台光電 上禮拜五 是不是小跌 6274的台腰 上禮拜也小跌 唯一一檔上漲的 就是6213的連貌 為什麼 位階的差異嘛 這就是位階的差異啊 所以我跟你講 以整個銅箔基板跟窄板來講 台光電跟台藥 他目前的位階差不多比較偏高 那最低的 就是6213的連貌 所以連貌 他就會向上去比價 他上面他龍頭那兩檔 所以你看 我們還是一樣 看他的數字沒問題 我們去看他月線 以月 月K線來看 月均線 他的月K格局 月K格局來看 連貌的位階算是說相當的低 跌下來 剛剛佔回到了月線跟季線 這就算是往下去做低接 即將向上轉強 周K格局 有沒有 周K格局就很漂亮了嘛 小幅震盪 站上月均線 即將向上轉強 所以以周K格局來看 這就是一個 算是說多空的一個轉折點啦 第一根長紅 日線 他就會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所以連貌 可以下去做留意 還有包含像是8155的博字 以博字來講 就像我們在上禮拜跟大家講的 年前大漲過的 像是說 2382的廣達 323 311的偽創 這些都不要去追 這不是你現在應該要買的 如果年前已經佈局 可以先獲利一趟 那你說年後要買的 絕對不是這些 這些都是年前長過 我們年後要買 一定就是買未接低的 連貌 還有像是博字 為什麼說博字未接低 其實大家要知道 在整個AI的伺服器 AI產業來講 它會慢慢去擴散 當一線的ODM 就組裝跟代工 偽創廣達技嘉這些都漲完之後 它會慢慢漲到AIPC 接著它會開始慢慢擴散到 AI的IPC 也就是AI的工業電腦 AI的工業電腦 它裡面一樣會有PCB 它的PCB 佔比比較高的 就是博字 815的博字 所以以博字來看 博字在2020年預估 大概是賺9到10塊錢左右 9到10塊錢左右 不到150塊的本益比 大概也是15倍左右而已 所以15倍左右本益比 位階也是相當低 重點 你去看 看它的周線 夠不夠漂亮 它的周線是剛剛好 打到季均線 站回到月均線 即將向上轉強 這種就是說 風險很低 它報酬很大的一個位階 所以博字也可以下去做留言 那當然 還有像3443的創意 創意就更不用講 這種位階要買真的 你就是趁現在 你去看 我給大家看 年限這個位置 要買就趁現在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不知道怎麼買 不知道怎麼擴大部位 打電話進來 我來帶你買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還有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